Ust Mixer Box Web Search G 欢迎使用AutoGPT AutoGPT是一个先进的自动化工具,旨在为用户提供多种功能和服务。 以下是关于欢迎使用AutoGPT的详细解释。 安装指南 为了开始使用AutoGPT,用户首先需要按照提供的安装指南进行操作。 虚拟机容器的推荐,为了确保高安全性的任务不对主计算机的系统和数据造成任何潜在的危害。 建议使用虚拟机或容器,例如Docker,来运行AutoGPT。 独立用户账户的建议 如果用户考虑在非虚拟化非容器化的环境中使用AutoGPT,强烈建议为运行AutoGPT创建一个单独的用户账户。 特别是当用户允许AutoGPT写入执行脚本和运行Shell命令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拍断脚本的执行限制 由于上述的安全原因,当在容器外部运行时明确禁止执行Python脚本。 这些信息提供了AutoGPT的基本介绍和一些建议,以确保用户在使用该工具时能够确保安全。 AutoGPT安装指南 1. 剪贴板要求 选择一个运行AutoGPT的环境,选择一个 Docker,推荐 Python 3.10或更高版本 VSCode加DevContainer 2. 万能钥匙获取API密钥 从OpenAI平台,获取您的OpenAI API密钥 使用OpenAI API与AutoGPT,强烈建议设置寄费及付费账户 免费账户限制为每分钟三次API调用,可能导致应用程序崩溃 您可以在账户管理寄费概览中设置付费账户 3. 设置AutoGPT 使用Docker设置 确保已安装Docker 为AutoGPT创建一个项目录 在项目录中,创建一个名为DockerCompose YML的文件并输入指定的内容 创建必要的配置文件 如有需要,您可以在存储库中找到母版 从DockerHub拉取最新的镜像 使用Docker运行AutoGPT 使用Git设置 确保为您的操作系统安装了Git 克隆存储库 导航到您下载的存储库的目录 不使用GitDocker设置 从最新的稳定版本下载原代码 ZIP 将ZIP文件解压缩到一个文件夹中 找到名为ENVTemplate的文件 并创建它的一个副本 命名为ENV 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ENV文件 找到OpenAI下划线API下划线P等于这一型 并输入您的独特的OpenAI API密钥 输入您想使用的其他服务的API密钥或令牌 4.运行AutoGPT 使用Docker运行 使用DevContainer运行 不使用Docker运行 以上是根据AutoGPT文档链接提供的安装指南的详细解释 Use MixerBox WebSearch G AutoGPT注意事项和安全建议 使用Docker 为了确保AutoGPT的安全运行 推荐使用Docker Docker可以为AutoGPT提供一个隔离的环境 确保其不会对您的主机系统造成任何潜在的危害 API密钥 从OpenAI平台 获取您的OpenAI API密钥 使用OpenAI API与AutoGPT时 建议设置为付费账户 因为免账户的API调用次数有限制 连续模式警告 连续模式允许AI无需用户授权的运行 这是100%自动化的 这种模式可能是危险的 可能导致您的AI无限期的运行或执行您通常不会授权的操作 使用此模式时需谨慎 自我反馈模式 这种模式会增加Token的使用 从而增加成本 此功能使贷力能够通过验证其自己的操作 并检查它们是否与其当前的目标一致来提供自我反馈 如果不是 它将为下一个循环提供更好的反馈 GPT4警告 如果您选择只使用GPT4运行AutoGPT 需要注意GPT4的使用成本更高 日志 所有的活动 错误和调试日志 都位于Logs目录中 如果您发现代理的行为异常或遇到了bug 可以启用日志并在报告问题时包含这些日志 禁用命令类别 如果您想选择性的禁用某些命令组 可以在ENV文件中使用Disabled下划线Command下划线Categories配置 例如要禁用与编码相关的功能可以将其设置为以下值 Disabled下划线Command下划线Categories等于AutoCommandsExecute下划线Code 以上是根据AutoGPT文道链接提供的注意事项和安全建议的详细解释 AutoGPT基本设置 配置文件 在AutoGPT的主文件夹中 您会找到一个名为ENVTemplate的文件 由于文件名前有一个点 某些操作系统可能默认将其隐藏 为了查看隐藏的文件 您需要根据您的操作系统进行相应的操作 创建ENVTemplate的一个副本 并将其命名为ENV 如果您已经在命令提示符终端窗口中 可以使用CPENVTemplateENV命令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ENV文件 找到OpenA下划线API下划线P等于这一行 再等于后面 输入您的独特的OpenAR API密钥 不要使用引号或空格 如果您想使用其他服务 输入相应的API密钥或令牌 请注意 要激活和调整设置 请删除警号前缀 保存并关闭ENV文件 使用GPT Azure实例 如果您想在Azure实例上使用GPT 将Use下划线Azure设置为True 并创建一个Azure配置文件 将Azure YAML Template重命名为Azure YAML 并在Azure下划线Model下划线Map部分提供相关的Azure下划线API下划线Base Azure下划线API下划线Version 以及所有相关模型的部署ID 例如YAML Azure下划线Model下划线Map Fest下划线LLM下划线Deployment下划线ID UGPT 3.5 Turbo OGPT 4 Deployment ID 更多详细信息可以在OpenA Python文档和Azure OpenAI文档中找到 运行Auto GPT 如果您选择使用Docker 确保已安装了Docker Compose的适当版本 并在Auto GPT文件夹中运行相应的命令 如果您选择使用Git 确保已安装了Git 并按照给定的命令执行 如果您选择不使用GitDocker 从最新的稳定版本下载原代码并解压 然后按照给定的指令进行 以上就是Auto GPT的基本设置指南 确保在进行任何设置之前 仔细阅读和遵循所有步骤 以确保系统的正确和安全运行 请根据网站内容详细解释 推荐使用虚拟机或容器进行安全操作 选择运行环境 为了运行Auto GPT 您可以选择以下环境之一 Docker 推荐 Python 3.10或更高版本 VSCode加DevContainer 使用Docker进行设置 确保您已安装Docker 在项目目录中 创建一个名为Docker Compose YML的文件 并填写相应的内容 创建必要的配置文件 如有需要 您可以在存储库中找到模板 从Docker Hub拉取最新的镜像 使用Docker运行Auto GPT 使用Git进行设置 确保您的操作系统已安装Git 克隆存储库 导航到您下载的存储库的目录 不使用GitDocker进行设置 从最新的稳定版本下载原代码 ZIP 将ZIP文件解压缩到一个文件夹中 配置 在主Auto GPT文件夹中 找到名为ENV Template的文件 由于点前缀 此文件可能在某些操作系统中默认隐藏 创建ENV Template的副本并命名为ENV 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ENV文件 找到OpenA下划线API下划线P等于这一行 再等于之后 输入您的唯一OpenAI API密钥 不要使用引号或空格 输入您想要使用的其他API密钥或令牌 保存并关闭ENV文件 使用GPT Azure实例 如果您想在Azure实例上使用GPT 请将Use下划线Azure设置为True 并创建一个Azure配置文件 运行Auto GPT 使用Docker运行 使用DevContainer运行 不使用Docker运行 Auto GPT使用方法的基本操作指南 命令行参数 运行带有Help的命令 可以列出所有可能的命令行参数 常见的运行参数 使用不同的AI设置文件运行Auto GPT R的 语音模式 输入此命令 运行Ai而无需用户授权 100%自动化 运行Ai而无需用户授权 运行Ai而无需用户授权 风险自负 自我反馈模式 运行自我反馈会增加Token使用 从而增加成本 此功能使代理能够通过验证其自己的操作 并检查它们是否与其当前目标一致来提供自我反馈 如果不是 它将为下一个循环提供更好的反馈 GPT3.5级模式 如果您没有访问GPT4的权限 此模式允许您使用Auto GPT GPT4级模式 如果您有访问GPT4的权限 此模式允许您仅使用GPT4使用Auto GPT 这可能会增加您的机器人的智能水平 日志 活动 错误和调试日志 位于Logs Auto GPT插件介绍 插件在Auto GPT中起到了扩展功能的作用 通过使用插件 您可以为Auto GPT添加新的功能和特性 从而使其更加强大和多功能 如何配置插件 要配置插件 您可以在Auto GPT的根目录中创建 或编辑Plotins下画线KF YAML文件 此文件允许您根据需要启用或禁用插件 对于特定的配置说明 请参考每个插件提供的文档 文件应采用YAML格式 以下是一个参考事例 YAML CopyCopy 获取更多插件 您可以访问Plotins repo 以了解如何安装社区构建的所有出色插件 对于开发者 您可以使用Auto GPT Plugin Template 作为创建自己的插件的起点 Auto GPT可选配置项 Auto GPT的配置 通过Config对象进行控制 您可以通过ENV文件设置配置变量 如果您没有ENV文件 可以在您的Auto GPT文件夹中创建 ENV Template的副本 并命名为ENV 以下是一些主要的配置项 这只是Auto GPT可选配置项的一部分 为了确保系统的安全和稳定性 建议在进行任何配置更改之前 仔细阅读官方文档 Auto GPT搜索配置 Auto GPT提供了与Google的官方搜索 API集成的功能 以下是如何配置Google API 已在Auto GPT中使用的详细步骤 创建项目 访问Google Cloud Console 如果您还没有账户 请创建一个并登录 通过点击页面顶部的选择项目下拉菜单 并点击新建项目来创建一个新项目 为其命名并点击创建 设置自定义搜索API并将其添加到您的EMV文件中 转到API和服务仪表板 点击启用API和服务 搜索自定义搜索API并点击它 点击启用 转到评据页面 点击创建评据 选择API密钥 复制API密钥 将其设置为您的EMV文件中的Google下划线API下划线P 设置自定义搜索引擎 并将其添加到您的EMV文件中 转到自定义搜索引擎页面 点击添加 按照提示设置您的搜索引擎 您可以选择搜索整个网络或特定网站 创建搜索引擎后 点击控制面板 点击基础 复制搜索引擎ID 将其设置为您的EMV文件中的Custom下划线Search下划线Engine下划线ID 请注意 您的免费每日自定义搜索配额仅允许进行最多100次搜索 要增加此限制 您需要将计费账户分配给项目 以从中获得最多10k的每日搜索 AutoGPT AutoGPT提供了多种内存后端选项 允许用户根据需要选择存储解决方案 以下是详细的存储配置指南 设置缓存类型 默认情况下 使用DockerCompose设置的AutoGPT将使用Redis作为其内存后端 否则 默认值为LocalCache将内存存储在JSON文件中 要切换到不同的后端 更改EMV中的Memory下划线Backend为所需的值 例如 JSON下划线File使用本地JSON缓存文件 Pinecon使用您在ENV设置中配置的Pinecon IOL账户 Redis使用您配置的Redis缓存 Milvus使用您配置的Milvus缓存 Vivit使用您配置的Vivit缓存 Redis设置 如果您使用DockerCompose设置了AutoGPT 那么已包含Redis 无需进一步设置 启动Redis容器的命令为 DockerRanDNAMED RedisStackServer P6379-6379 RedisRedisStackServer NATEST 在ENV中设置以下设置 Memory下划线Backend等于Redis Redis下划线Host等于Localhost Redis下划线Port等于6379 Redis下划线Password等于Password Pinecon APIK设置 Pinecon允许您存储大量基于向量的内存 时代里只在任何给定时间加载相关的记忆 要使用Pinecon 您需要创建一个账户 并在ENV文件中设置Pinecon下划线API下划线T 和Pinecon下划线ENV Milvus设置 Milvus是一个开源的 高度可扩展的向量数据库 用于存储大量基于向量的内存并提供快速相关搜索 您可以使用Docker本地部署Milvus服务 或使用Zelice Cloud提供的云服务 在ENV中更新相关的设置 Vivit设置 Vivit是一个开源的向量数据库 允许存储数据对象和ML模型的向量嵌入 要设置Vivit数据库 请查看其Quickstart教程 在ENV文件中设置相关的环境变量 查看内存使用情况 使用Debug标志查看内存使用情况 内存预先加载 内存预先加载允许您在运行AutoGPT之前 将文件摄取到内存并预先加载 使用Data下划线ingestion Pi脚本摄取文件或目录中的多个文件到内存 注意 如果您使用Redis作为内存 请确保使用Wipe下划线Redis下划线 On下划线Start等于False运行AutoGPT 对于其他内存后端 我们目前在启动AutoGPT时强制擦除内存 语音处理AutoGPT AutoGPT提供了文本到语音 Text to Speech PTS的功能 允许用户将文本转换为语音输出 以下是如何配置和使用这一功能的详细指南 使用PTS Text to Speech功能 要使用AutoGPT的PTS功能 请输入以下命令 CSS Copy Code Python and AutoSpeak ElevenLabs语音技术 ElevenLabs提供了多种语音技术 包括语音设计 语音合成以及预制的语音 这些都可以被AutoGPT用于语音输出 如何配置 访问ElevenLabs并创建一个账户 如果您还没有的话 选择并设置Starter计划 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图标 并找到Profile以查找您的API密钥 在ENV文件中设置以下参数 ElevenLabs下画线API下画线T ElevenLabs下画线Voice下画线E下画线ID 例如PremateAdam 可用的语音列表 您可以使用语音名称或语音ID来配置语音 以下是一些可用的语音示例 Rachel 21EM00TCM4TLVDQ8FWAM DOMI ACNZLK1 相生成AutoGPT AutoGPT提供了文本到图像Text to Image的功能 允许用户将文本描述转换为图像输出 以下是如何配置和使用这一功能的详细指南 配置图像提供者 可选的图像提供者有DOM HackingFace和Sweeby 默认的提供者是DOM 在EMV文件中 确保Image下画线Provider被注视掉 或设置为DOM Shell CopyCode 警号Image下画线Provider等于DOM 警号这是默认值 DOMI设置 可选的配置项 Image下画线Size 可选的只有256、512和1024 其中默认值为256 HackingFace设置 要使用HackingFace的文本到图像模型 您需要一个HackingFace API令牌 点击此处前往设置页面 获取API令牌后 在EMV文件中取消注视 并调整以下变量 MakeFile CopyCode Image下画线Provider等于HackingFace HackingFace下画线API下画线Token等于 YourHackingFace API Token 可选的配置项 HackingFace下画线Image下画线Model 查看可用的模型 默认为CompBase-StableDiffusion V1-4 StableDiffusion WebUI设置 您可以使用自己托管的StableDiffusion WebUI 与AutoGPT一起使用 MakeFile CopyCode Image下画线Provider等于3B 注意 确保您使用API启用了WebUI 可选的配置项 SD下画线Web下画线URL 指向您的WebUI的URL 默认为HPPP冒号斜杠斜杠 127.0.0.1 7860 SD下画线Web下画线O 格式为username Password 注意不要复制大括号 Celenium设置 使用以下命令 PHP 挑战AutoGPT 欢迎来到AutoGPT的挑战页面 这是一个鼓励社区成员合作 并未改进AutoGPT做出贡献的空间 通过识别和解决AutoGPT尚未能够实现的挑战 什么是挑战 挑战是AutoGPT难以解决或尚未能够完成的任务或问题 这些可能包括改进特定功能 增强模型对特定领域的理解 或甚至开发AutoGPT当前版本所缺少的新功能 为什么挑战很重要 解决挑战有助于我们提高AutoGPT的性能 可用性和多功能性 通过共同努力解决这些挑战 我们可以为每个人创建一个更强大和高效的工具 它还允许社区积极为项目做出贡献 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开源努力 您如何参与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主要方式参与挑战 提交挑战 如果您已经识别出AutoGPT在某个任务上的困难 您可以将其提交为一个挑战 这允许其他人看到问题并合作寻找解决方案 击败挑战 如果您有解决现有挑战的解决方案或想法 您可以通过处理挑战 并提交您的解决方案来做出贡献 如何提交一个挑战AutoGPT 很遗憾 如果您已经识别出AutoGPT在某个任务上的困难 您可以将其提交为一个挑战 供社区成员共同解决 以下是如何提交新挑战的步骤 创建一个新的MD文件 在AutoGPT的Github仓库中的Challenges目录中 创建一个新的MD文件 确保选择正确的类别 命名文件 为挑战选择一个描述性的标题 并使用连字符代替空格 例如 Improve Context Understanding MD 描述挑战 在文件中 遵循Challenge下画线Template MD来描述问题 定义范围以及评估成功的标准 提交文件并创建拉取请求 提交文件并创建一个拉取请求 社区审查 一旦提交 社区可以审查并讨论这个挑战 如果被认为是合适的 它将被添加到挑战列表中 如果您想通过处理现有的挑战来做出贡献 请查看击败一个挑战已获取如何开始的指南 如果您已经找到了解决现有挑战的方法或想法 您可以通过处理该挑战并提交您的解决方案来为项目做出贡献 以下是如何开始的步骤 击败挑战的指南 选择一个挑战 浏览挑战列表 选择一个您感兴趣的或与您的专业知识相符的挑战 理解问题 确保您彻底理解手头的问题 其范围以及期望的结果 开发解决方案 为挑战创建一个解决方案 这可能虚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